台北市大同区的归隧街上 很难想象这排贴着黄绿色碧毯瓷砖的老房子 曾经是公餐馆的聚集地 这栋被保存的文盟楼将用着不同的角度诉说台北的故事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淡水港开港后 港部商业重心逐渐转变 当时已存在的私仓也跟着商机从蒙甲移往大稻城 在大稻城的地区最主要就是本岛的仓祭跟义旦 大部分就是聚集在江山楼跟各种各样的酒楼 在日治时代就有工艙制度的存在 这个也是国民政府来台之后 一个参照工艙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当时候在民国大概五十几年的时候 就有仓机管理办法 那在那个时候文盟楼就已经施工艙馆了 它是一个大概兴建于1930到1940年代的 这个昭和市的一个建筑 整个这个建筑其实它是一个一坎一进的一个格局 那立面大概就是保有昭和时期的这个立面 四柱三窗还有那个黄绿色的国防砖 它的内部保持了民国四十一年吧 以后的这个工艙馆的这个格局 台北市工艙馆理办法 依照设备将工艙馆分作甲乙丙三级 倡馆需按照分级收费 也订立了各种管制卫生和安全管理规则 柜台电话旁的壁纸上 还留着当时用签字笔抄下的大同分局电话 仍然住在这住商混合的文盟楼里 高龄百岁的前任屋主 对于这里的演变可说是一本活字典 那个时候客人欺负小姐是有了 红军就在这里 我们就打电话叫红军的警察来 解决这个事情 1997年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废除工艙制度 引发了工艙抗争 我觉得1997年的工艙抗争 到后来工艙自己成立了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我觉得那个动作和那些年做的抗议活动 就是在对这件事情进行不断地诉求 不断地诉求 希望法令可以变化 抗争运动虽然唤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和省思 费昌缓冲期仍然在2001年3月28日这天结束了 文盟楼的土地产权虽然属于台湾银行 但建筑物却是私有建筑 费昌后 文盟楼又将陷入都市更新 与文化资产保存的拉扯难题中 经过了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不断提案争取 在2006年 文盟楼被指定为市定古籍 文盟楼被指定为市定古籍 它具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它是代表在当年代的一个建筑一个特色 其次呢 我们古籍不一定说是建筑物 而它的这个历史或者它在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过程 这也是一个无形的文化资产 那第三个理由呢 主要是一个市列的格局 台北我们也一般的街屋 它一定是前面是做生意 那后面它自己住家 或者二楼是住家 可是这个地方不一样 你看它这个一楼 它本来这个一楼这个地方有六个小间 后来因为在缓冲了两年 它又增加了 也增加了一些浴室 所以少掉变成时间 所以这种格局我们认为是这个共产的一个特色 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与买下文盟楼产权的屋主 经过了六年激烈的针锋相对后 2017年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 仍然牵出了文盟楼 接着要开始照顾这座市定古籍的屋主 也必须提出管理维护计划 这是文化的 文化纤细的后面有很大的教育使命 这个我们很深切掉 所以我们有蛮谨慎的高标准在处理这件事 我相信很多人对我们这个古籍的期待性非常高 所以我想把它挥护到最繁荣的那时候的那个 场景的真正空间 修复计划终于在2019年获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及中央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修复再利用工程补助经费 加上屋主的自筹款 经过仔细修复 文盟楼终于能再度迎接新的客人了 如果文盟楼能说话 那他想对社会诉说什么故事 这座古籍的保存和开放 或许能代表着社会开始接纳和包容 社会进步 建筑会改变 社会形态也会改变 各种生活方式也会改变 那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时代的人 他的生活是一个空白的 让小孩子知道这过去有这个历史 也许在过我们现在或者在以后 他的性交易是另外一种生殖 多少人曾经迷失在这灯红酒绿的夜 又在灿烂春光之下 守护着珍贵的历史故事 多年后 文盟楼依旧助力于此 温柔梳理着过往的风采 同时也坚定地 称其他所背负的使命